都拉古诗 诗开篇描写香炉峰的奇丽景色 诗人寄情脱异 将自己的性格 理想予于追求香烟缥缈的先进的志趣之中 第二句中的《卦子》 画动围景 凸映了远望中 酷酷的静态感和壮美感 增添了诗歌景中 有声以及显动的气韵 第三句 诗人通过飞流 直下和三千尺 把瀑流之川级 冲立之猛烈 声势之宏大 展现于读者眼前 最后一句 遗字 分外传神 他既真切地传达了 诗人仰观飞铺时 以上那间的心灵感受 又符合开仙瀑布 高级云天的时迹 全诗容其余景 庐山瀑布 飞流直下的气势 洋溢着诗人昂扬激进的思想 预含着他对祖国锦绣山河的声切感情 香如风 在洋溢的照射下 升起紫色烟霞 远远望见瀑布 像白色绢色烟霞 像白色绢绢悬挂在山前 高崖上飞腾直落的瀑布 好像有三千尺 让人以为银河 好像是从天上泄露到人间